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李孔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 拼經濟 反網報 好 今節就講講馬來西亞 其實馬來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都相當聰明 他們在管控好疫情之下 馬來西亞的旅遊部長 這位人姓 叫做張慶信 他是什麼政黨的 大馬Sir 他和台灣地區執政黨 現在是一樣的政黨 是民主進步黨 張慶信 其實他是馬來西亞 旅遊藝術及文化部長 他就說 現在提議一件事 這個提議 就可以為中國旅客提供更加 長順的入境服務 其實也等於簡化 中國旅客入境流程 令他們感覺到 馬來西亞是一個友好國家 現在歡迎來自中國的旅客 其實東南亞國家 真真正正來講 都已經餓了很久 俗語來講 因為以前中國旅客 都很喜歡去東南亞玩 聖馬泰聖馬泰 這三個國家去東南亞 當然有些只是去泰國 有些只是去馬來西亞 混在一起都有 我認識的中國旅客 他們都說會去新加坡 但新加坡畢竟小一點 所以我認識的人 都說如果升馬泰的話 馬來西亞和泰國 項目貌池就多一點 大馬Sir也說過 新加坡的人都很喜歡去大馬玩 亦都很喜歡去泰國玩 但大馬更加近 鄰國 張先生 他就說 究竟他要提議 在各大機場 派駐 懂得說話儀 說普通話的工作人員 這樣就可以順利協助中國旅客入境 並且這樣做可以簡化中國旅客入境流程 向中國旅客表明馬來西亞是個友好國家 歡迎來自中國的旅客 他就預計 而且不久的將來 尤其是春節 預計會大量來自中國的旅客 到馬國那裡玩 為了更好地迎接中國旅客的到來 所以建議在國際機場 設立更加方便的入境通道 他亦都說 與此同時 都要考慮 他兩方面都要考慮 因為作為馬來西亞的部長 是要全面一點的 考慮到來自 中國旅客的健康和安全水平 是取消了外國旅客對馬來西亞 收緊入境標準程序的擔憂 這個叫SOP 他亦都說 他的部門 將會在全國所有國際機場 派著懂得說普通話的工作人員 對於那些英文不算流利 亦都不懂馬來文 馬來文 我相信很少中國旅客懂得說 令他們更加順利入境 以及他將會和全國的國際機場管理部門 還有馬來西亞皇家海關部門協調這個工作 應該是會實行的 這樣也好 因為農曆新年就到了 另外在疫情爆發之前 其實中國旅客每年在全球消費額 都很恐怖的數字 有2500億美金 馬來西亞入境協會也說 中國是馬來西亞 旅遊業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 19年疫情之前 馬來西亞接待了300多萬的中國旅客 更加促進了馬國的經濟 以及不僅是旅遊的 其實據我所知道 在各大城市都很多人 之前有投資了第二家園 因為馬來西亞有一樣 和其他國家比有一個優勢 就是多人懂得說話語 和其他東西比較適合 我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是來自上海的KOL 他也準備回大馬 他就在檳城買了樓 他也說很想念馬來西亞 他說很想念馬來西亞 肉骨茶和海南雞飯 應該是來KOL 不是我講到檳城的食物不太好 但這兩樣都是KOL比較好 他也喜歡吃蝦 KOL多海鮮 這個什麼 是賓州多海鮮 因為他們是近海 去年12月馬來西亞衛生部長 穆斯塔法 這也是典型某中間人士的名字 張慶信部長之前也說 目前收緊包括 中國在內其他國家旅客的標準操作 既不合適也不有效 保持馬來西亞和外國 尤其是和大馬有長期貿易夥伴關係的 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 保持良好是重要的 馬來西亞入境協會也說 中國對馬來西亞旅遊市場來說很重要 所以在入境標準化篩檢 應該是對所有國籍的旅客一視同仁 確保不會出現對中國旅客的雙重標準 這一點都已經令到很多中國旅客感動 他還呼籲政府不要在沒有世衛和中國最新數據下 做出一些極端的決定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星馬太 除了大馬之外 你們輪郭泰國也很懂得 他們中取很多 原來 剛剛 泰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阿魯廷 還有 泰國交通部長齊喬布 還有 泰國旅遊及體育部長屁啪 剛剛 今天 在泰國曼谷國際機場 親自迎接 首批前往泰國的中國旅客 厲害 你看 厲害 厲害 這批中國旅客 將會乘坐 289座位的波音789 客機從廈門直飛萬國 這個航班就由廈門航空營運 飛機就預計 我們在做節目出街的時候 應該是剛剛到步 剛剛到步 泰國民航局說 今年第一季度 預計 有338架次來自中國的航班 到達曼谷國際機場 一月份 有98個航班 二月份 有144個航班 一月份 近農曆新年 當然一月份也近 一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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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有一些地方 還有疫情 在中國大陸 等散了一波之後 二月份 他估計較強 三月份有96個航班 另外除了曼谷之外 青邁國際機場 青邁我曾經去過一次 青邁反而去過 今年 青邁反而去過很多次 今年第一季度 將會約200架次中國航班到達 其中一月份42個 二月份84個 三月份74個 第一個由中國直飛 青邁的航班 預計15號到達 另外 布吉 這也是熱點 是的 全世界热点 不单是中国旅客喜欢去 其他旅客也很喜欢去 报级国际机场就是 2月15日到17日 每日将会有一个航班到达 18到35日 每日会增加到4个航班 泰国估计 1月份 大约有5万名中国旅客到来 到3月份已经增加到9万多名 新年以此 其实泰国有很多华人 泰国的新年气氛也挺浓 我也去过一遍 当然潮州人多了 中国也有调整他们的防疫政策 很多公民慢慢恢复出境 而中国旅客的回归消息 惠亚泰地区 尤其是以旅游业作为支柱的东南亚国家 对他们来说是 相当期盼 都国家政府 和旅游业界 热切希望中国女朋友 就马上回来 泰国副 总理兼卫生部长 阿鲁廷先生 更加发了声明 泰国和你们大马一样 对 来自所有国家的 入境者一视同仁 不会对某一个国家的入境人士 采取特殊 防疫措施 他就说 和泰国的 医学专家 会谈之后 他相信泰国有能力 是可以控制好疫情的 他就说 中国 流行的这个 变异株 与泰国发现的相似 而且感染规模大致相同 所以 就没有必要区别对待来自中国的旅客 之后泰国政府 就宣布 来自全球 包括 来自中国的旅客 可以在出发前 不进行 检测的情况下进入泰国 但是 需要有完全接种 的这个证明书 这个很简单 泰国 旅游局副局长 亦希望 这个月 起码有6万名中国公民 进入泰国 疫情之前 没有之一 泰国 最大外国 游客来源地 就是中国 好厉害 疫情之前有1100万中国人 入泰国 千多万人口 厉害 除了泰国之外 其实 菲律宾总统邦邦马赫斯 日前亦发出邀请 希望中国旅客 重返菲律宾 领略这个 热带海岛国家的 自然风光 和人民魅力 印尼 旅游部长 亦向新华社记者表示 中国旅客对印尼的 旅游产业重振 非常重要 越来越多 往返中国和印尼的航班复航 是个好消息 因为 其实 东南亚就相当聪明 知道 要经济复苏 尤其是现在全球 有经济衰退的危机 所以 接多些客 尤其是来自中国旅客 是一件好事 近日 柬埔寨首相 洪森 洪森其实也有华人血统 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是潮散的血统 希望今年 起码接待200万人次的中国旅客 推动柬埔寨经济高速增长 柬埔寨 柬埔寨旅游大臣 我先打插一下 柬埔寨之前有太多 豬仔的负面消息 很多负面的事 他们保证会做好他的希望 希望 也是那句希望 做好事 其实柬埔寨 柬埔寨的旅游大臣 他也说 柬埔寨永远 希望 中国旅客可以 来到那里 旅游 也欢迎中国投资者 而且他特意接受中央台访问 希望世界快快出复尝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